前总统马英九一下车就受到热烈欢迎 台南立委补选候选人谢龙介在后头逮丢丢 丽萍南下台南立委补选席次 谢龙介再请出前总统马英九南下站台 面对民进党打出力争一口气 谢龙介三溜溜回击 民进党剩下一口气了 要留一口气 但是他不知道人民吞不下这一口气 那如果再给民进党一口气 那人民生活就会断气 不让蓝营功成略地 前行政院长赖清德 比自己当年竞选连任还要卖力 几乎天天陪郭国文扫街败票 彻底实现努力争一口气 说什么也要守住台南立委这一席 不过划风一转 在警抓两岸议题回击蓝营 九二共识并没有如中国国民党所说的一中个表 其实只有一个中国原则 也有人质疑 这个是恐吓牌 也请社会大家不妨冷静想一想 中国在国际上面处心激励地打压台湾的生存攻坚 到底是不是事实 你说要站在第一线面对战争的人 是厌讨的 那你置三军兄弟于何地 谢荣介这种言行的人 选民应该予以唾弃 根本没有资格担任台湾的立法委员 从水果行销战打到两岸战争 台南立委补选 蓝绿阵营隔空交锋 谁能抢下席次 进入倒数决战时刻 环宇新闻 陈妍未将显都留意如 台南报道